字幕提供 高雄市首善市區 美術館 我們本來是一條火車路 一邊上飛車 現在鐵路推銷後 大美術館 我們這裡的房地產 開始就起來了 長起來 這兩邊的房地產有人要搬家了 這樣嗎?真的嗎 對啦 經過這兩邊的房地產就有人要搬家了 我們里面不太大車了 第二次我們特別注意周圍的那個水溝 我們都有去看過 但是它是都是很乾淨的 可是它在12點的時候就開始淹水 淹很嚴重 怎麼就是我們用人手動力 去撥它它也沒有改善 所以它表示說谷山山路它 應該是在排水系統上面應該有一些些阻礙 所以淹起來的時候就特別明顯 再加上風煮的話 把這次的那個衛星幼稚園 把它弄得非常的嚴重 到底是有多嚴重 它這次是鐵皮屋全部掀起來之後 砸到那個隔壁的住宅區 之後再還有旁邊的牆 圍牆 是倒下來之後又砸到路邊的車子 之後還有它裡面全部都是像游泳池一樣 就是跟上一次是完全是比上次更嚴重 跟凱米一樣 所以兩支颱風都這麼嚴重 第二支更嚴重 那水有馬上退嗎 沒有 沒有馬上退 人是沒有人住手 所以人是沒有傷害的 只是說我們要幫它做散後的時候 其實我們要加緊這個速度這樣子 那是紅白衣嗎 有啊我們這次也是在跟市府講說 我們這邊好像排水系統 這邊好像很差 很差 因為短短的兩支颱風嘛 幫我們這邊淹得水洩不通的 對 但是市府這邊 黃牛牛下來 我們這次還有抓到豪牛 就是我們在我們裡面啊 抓到兩三隻豪牛啊 哇真的有魚耶 我們這個 竟然有魚 這個今天是晚餐 停了六天 所以李明也是一直打電話進來罵我 坐二級樓就沒辦法下 對 沒錯他坐在十一樓多 有些是老爺爺嘛 他們孫子就很特別著急 就是每天都打電話進來就是 念啊 就是跟我們抱怨啊 說什麼我們這個里長怎麼做的啊 坐到電梯 電梯修不好啊等等 我們真的只能跟他說抱歉 因為大家都是在前線的人員 大家都是盡力在第一時間 就在完成 可是很多事情是我們沒辦法去 去控制的嘛 就是有點擠醒這樣子 我們這個里跟那個熊鳳里 性質比較一樣 跟那個伊藤的比較不一樣 我們這裡有兩個原因 頭一個原因 是那個海星路戰隊 在他們三個旁邊這裡有錢 海山旁邊 他們在裡面也做什麼扣榜 上面一層下面一層 之前補的那一塊 然後旁邊又倒了耶 好誇張齁 我們不要喝水 對啊 然後他們在裡面做扣榜 然後他們就要把他擠開了 然後剛才在古山路上 他們的那個扣榜 就能修組一條那個圍牆 大家有一個人館 這樣 就是因為對面的圍牆 對 他那個圍牆喔 那裡長 對 對那個自強新村的後面 人家 去到他們那裡 山尾的那裡 那裡長 沒有用到一支鋼筋 這就被沖垮了 都貼了 貼了 貼了 穀穀的貼起來 穀穀的貼起來 然後現在 山水流下來 山水流下來 開始裡面水重起來 然後他那個圍牆就崩了 崩了 崩了在短時間裡面 所有山水都用一槍槍出來 什麼地方撞不住 穿起來的座椅就先去嗎 三遍 他已經崩了三遍 然後他崩了三遍 我們這里喝三遍 有很多漁泥 所以當天隔天的時候 就有十幾台機車 在那邊就馬上甩倒 十幾台 而且我是眼睜睜 在眼前的時候 都在處理甩倒的這個民眾 現場就馬上就甩倒 對 所以這個是 我覺得這重點是要 保護人民的財產安全 這是我們要做的 這麼多 其實我們就信這次的你們做 我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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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該檢數的時候 你沒有來檢 我們公園前面那一盤 四五顆吧 種的是什麼東西 我們找那個素材長得很快 你就好比把那個 要賣三遍成一個樓房 那長到十幾成了 你還不來檢 為那個車 較好的車 陰到 修理就三十萬了 你補償那要做什麼 對 對不對 對 對啊 啊所以 那都沒有辦法 去彌補 去彌補 家里面的採索 對 所以這邊 我們就 沒有要 沒有要再苦死了 海軍路戰隊裡面 那個事務官 我們喔 對啦 都有裡面 有裡面在採 對啦 來裡面採就對了 但是我們沒有 今天要跟那個 我沒有要給他採 對啊 這樣啊 啊所以 所以我們 現在我們水水 我們都沒有 沒有什麼 過節啦 但是我們是要處理事情 第一次淹水的是 為了我幫他 我們這裡很嚴重 你知道 他們 他們很有信義 他說他要在裡面 做一條水流溝 然後 然後把水 扣在那邊 這樣 這樣 扣在那裡 對 扣在那裡 重點是水塗寶石 你本身怎麼做好啊 所以工會有時候 你留下來 第二個他的水溝的排水系統 也沒有做得完很完善 你只是做一個 一個可能做一個側溝 還是一個比較大的溝 但是其實 對 其實他根本就進不起 這樣子的風災 高中市政府水利局也說 這個 單日下雨93.5毫米 已經破了他們的保護 標準 每小時71.3毫米 也是 覺得天災啦 但是呢 這個地方 的確是還沒有完成 開闢 完成 還沒 部分路段 還沒有 測溝 這次颱風過後 水利局跟這個 我們的國防部 才想要檢討 這個地方 房子已經蓋一堆了耶 是不是 當然房子要蓋之前 是不是附近的水土保持 還有就是 將來這個水的排泄 應該要怎麼來處理 分流 就要很清楚了啊 哪個房子都蓋好了 然後遇到了這個 大雨的時候 才跟我們講說 我們這個設計量不夠 赫然發現說 原來 這個國防部 內部的整體的 這個水儲保持 有問題 再加上它的排水 跟高雄市的排水 是沒有互相做過 怎麼整合的啊 這個山坡上流下來 它不會分說 留你國防部 還是留我們這個社區 是不是 那你們如果分開討論 當然就有可能 會有這種現象 再加上國防部裡面的 這個整體的水流 怎麼流 我真的不敢相信 我們的水利局 竟然不清楚 所以在這次質詢裡面 問到水利局 水利局才說 要好好的來跟這個 國防部的這個 來討論 怎麼來處理 政府要幫我們做的 水土保持跟排水 排泄的系統 事實上是沒有完備的 最近你在質詢的時候 還發生了 水溝裡面長出210公分的樹 樹蟲 好我們請導播給大家看一下 我們特別把這個照片截出來 讓大家了解一下 這個是你們 真的從這個溝底去量 然後開始量 對 這是民眾自己量的 210公分 210公分 那我們一般房子 也許大概就是接近3米嘛 就是 所以你看它有多高就好 沒有一層樓高了 你看這個 這個手在上面 人是在下面 所以它這個樹蟲 已經是比人還要高 對 那到底是多久 樹會長到200多公公 表示 溝渠不清啊 是 要長到這麼高 3年5年有可能 所以就表示這裡 3年5年是沒有來清過水溝 那長出來當然就說 政府認為就說 新聞出來我拔掉就好了 但問題它是 你有把新聞拔掉嗎 不是 把樹拔掉就好了 把新聞掩蓋住就好了 對 大家看不到就算了嘛 對不對 但是問題是 每一次下雨的時候 它就會給你哪裡淹嘛 對不對 那表示就是說 也許有疏通的地方 它水是可以流 但是流到這個地方 它就流不過去 它就只好淹上來了 那我們講說 韓國瑜講的就是 陸屏 然後燈量水溝通 對水溝通 對 這最基本的 這聽起來好像很基本嘛 對 但請問一下 連最基本的都做不好 難怪會淹 暖男 是不是 你這些 暖男還暖男 是不是 你都會淹 你還不處理它 那現在民眾都知道 你就是因為沒有清水溝 這件事啊 尤其是陳其邁市長宣稱說 高雄市要發展AI嘛 以後是一個AI的一個程式 對 那請問一下 如果有這麼多AI的工具可以使用 那至少水利局要用一下 就是說 你要去統計一下 哪邊水溝有清 哪邊水溝沒清 這數據很容易做嘛 水溝編號有多久 已經都沒有清了 不然就是連這個統計都沒有做 結果呢 就有一個議員就查出來 就是說 在韓國瑜的年代裡頭 其實是有做一個系統 就是可以民眾即時上去查 你就知道 你家旁邊的水溝 什麼時候清的 真的 對 然後呢 但是呢 陳其邁上任之後 把這個系統撤下來 好用的 因為是韓國瑜的年代在用的 所以他就撤下來 他們就說 他們要另外弄一個系統 結果這個系統呢 到目前還沒上線 所以呢 從陳其邁上任到現在 他廢除了這個系統 結果呢之後 你看已經有四年了 我們是沒有辦法即時的去查到 不要說我們 我們自己沒辦法即時查到 就是水利局的人 可能也搞不清楚 但我覺得這個就是 民眾可能要去思考看看 就是說 如果一個政府 我們納稅納了那麼多的稅 然後每一次都交給他管理的時候 他管理成這個樣子 他真的是一個好的管理者嗎 朋友都知道我是很挑剔的 防曬乳 我選KS皇家呵護 抗光清賞高防曬凝露 因為他有媲美 藍光神盾的炸造之脆 保護我在陽光下 延緩肌膚老化 維持青春彈力 可以防禦工作環境裡的3C商品 各種包圓對肌膚的傷害 擦起來清爽不黏膩 我特別喜歡 他做到海洋友善 365天天天抗光抗老化 是我的保養日常 你呢? 合護你 合護前家人 專屬你的KS Royal Care 燙光清爽高防曬凝露 晚安 晚安 感谢观看